我去可以了六毛钱到手啊 提交成功啊 上次发了那个烟河的视频呢 有很多人又问大新 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赚外快的项目啊 这里又有一个 但这个项目的话呢 可能比那个烟河稍微会累那么一点 但是呢也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赚钱的项目呢 就是只需要用手机拍照啊 就可以赚到钱 你看我们这边啊 六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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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它都是六毛钱的单子 就相当于是我们只要找到这个店铺 然后是确认它的名字 然后拍下它的这个照片 我们就可以得到六毛钱 像之前的话呢 我也测试过啊 总共是赚到了十块钱 这都是六毛看到没 还有一块的啊 这就是之前我测试过的 这个的话呢 做是肯定是可以做 刚才我拍的这个店呢 就是六毛钱一个单 它总共下了两个 就是一块二毛钱 我拍的两单 然后接下来 你看我们附近 300米 340米 350米 370米 370米 都是六毛的啊 我们只要找到这些店啊 直接拍个照片 六毛钱就到手 而且任务也是比较多的 我附近有1260多个任务 那只要你时间够充裕 速度快一点啊 你找到那个店 这相当于就是学生党啊 如果周末没什么事情啊 你可以去弄个这个试一试 比如说这里有个89米的木桶饭 对吧 离我们很近 我们只需要点击领取任务啊 然后导航过去 我们直接走进就行了 OK啊 就在这 玩玩一下木桶饭 对吧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领取了任务吗 就拍它的正面就行了 拍完照以后啊 直接提交 提交就可以 我们这个商业间呢 其实好几个拍照的地方啊 这个二楼还有一个足玉店 有一个路西SPA啊 SPA在这里 你只要有手机 这个钱就直接白捡一样啊 虽然说赚的不多啊 但是没事啊 文哲小也是肉嘛 对吧 拍个照啊 然后直接确定 OK 提交成功啊 像我们刚刚已经做了好几个 一二三四五啊 就刚刚一下就做了五个 看到没 就没过十分钟就三块钱 好 附近有一个彩虹公寓啊 找到了 拍照啊 然后提交 OK 就这么简单 流氓到时候 现在的话呢 是下午的四点钟啊 因为白天一直在下雨 所以说搞到现在才拍 不过没事啊 今天这条视频的话呢 我们就看一下 弄到晚上吃晚饭之前 就天黑的时候啊 我们看一下到底能赚多少钱啊 之前的话我们也测试过 不行的话呢 其实不划算啊 就得骑个车 然后这样的话会速度更快一些 之前呢 我们测试过的时候呢 是这个叫拍门店 它点进去呢 要有两个啊 就是门面 还有这个招牌拍两个 但是拍门脸是得不到钱的 拍招牌才能得到六毛 它现在改了啊 改了就是更简单 有一个快拍啊 就是我们从这个里面啊 点出门拍店 然后有个快拍 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得钱啊 兄弟嘛 视频结尾给你们分享一个干货啊 就我刚刚想到的啊 在视频结尾说啊 先把任务做了 走 OK啊 找到一个红星大药房 但是这家店倒闭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直接拍了就行了 反正它这个字也是红星大药房嘛 对吧 然后这里要说一下 就是它这种关了门的啊 我们不管怎么样 只要你找到了 你就直接拍 或者换了门店的 这种无地拍了就没有 因为我之前也测试过 他如果换了一个老板 换了一家名字的话呢 他就是没钱的啊 这种大家如果看到 直接就走人就行了 这家店虽然关门了 但是它这个字没改啊 所以拍了试试看 看看有没有 然后下一个阳光花店 找到了啊 就在这儿 OK啊 北京烤鸭啊 这家店 这个料汁牛肉粉 顺手拍赚钱 牛肉火锅啊 这个也有 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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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啊 这个商场关门了 它里面有好多单子 做不了啊 因为我们最近这边 有那个问题啊 所以说这个全没开啊 好兄弟们 我们差不多就结束啊 因为现在也比较晚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总共是搞了几单哈 我们是从大概4点 多一点的时候出来了 现在就一个半小时啊 直接就可以看啊 21审核中 虽然它可能有一些店的 会不通过 因为有些店是名字都改了 然后没开门 或者就倒闭了 这种我估计也就到手 可能会有个最低8块 到10块钱左右 肯定是会有的 你就比方说我这里啊 这是我之前做的啊 就比如这家店 在我们这里是水果店 它其实还是水果 对它是水果店 但是就是名字换了 所以就没通过 反正就是没通过的 基本上就是换了名字 这家店是没开门 是倒闭了很久 然后拍了也没钱啊 就这种 但是你只要能找得到店 确实是那个店名 基本上就都能通过 对基本上都能通过 反正就12块6啊 我们最终到手 应该最少最少 也有8块钱左右啊 就一个小时8块 如果说我们一天骑个店驴 出去拍 大概就是七八十块钱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搞得到 你跟你的同学 放假的时候 没什么事情啊 你可以出去拍个这个店 但是啊 一定要前提就是 找那种大型的商业圈 我们之前就很蠢 知道吧 一直在那个小型的商业街那里 就那么几个单 你像这个地方啊 它这里面 你看这个 一个两个三个 这全部都是在那个店里面 就是购物中心里面 最少最少 有十几个单没拍到 如果说我们随便去拍的话 就这光这里面啊 我们一天拍个几十块钱 都不成问题 而且的话 它这个任务的话呢 也并不是说 就是你拍完之后 可能就没有了 它也可能就是 你拍完 它会隔个几天 它会又有一个别的店给你拍 就这个意思 刚不是说了吗 还给大家分享一个干货嘛 就像我们之前拍的那个 剪烟盒 还有红包车 还有今天拍的这个 我觉得大家可以这样 就是你们骑着红包车 路上剪着烟盒 顺便再拍个照 我觉得今天一天的收入 应该也不会太低 但是并不是说 大家靠这个赚钱吃饭啊 主要就是 大家可以通过 做这种项目啊 就小项目 赚一点零花钱 顺便打发一下时间 其实我们拍这种零花钱项目呢 也拍了好几期啊 如果说各位 对这种零花钱项目感兴趣的话呢 希望各位能够帮本条视频 点赞一波 顺便帮忙点个关注啊 后续如果还有其他的那种 赚零花钱的项目啊 我会第一时间测试 并且发出视频出来啊 所以希望各位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啊 顺便帮忙 把本条视频转发给更多的人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